现在所在的问题呢就是私服的私服馆 今天汉福节的第一站呢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会儿在这里应该会有一张导览 主要介绍一下平代的一些人事 到了新代呢还有江宁之岛 苏州之岛 江宁之岛 在明清时期我们的明鉴丝绸也非常的发达 当时呢形成了很多的丝绸重镇 比如说我们杭州有长安镇 林平镇 唐溪镇 等等等等 不同的镇呢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套就是明代的官员补服 那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个除脱的服饰 所以褪色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圆领又润结晶两侧皆大白 那这个白呢看到它这个跟衣袖也在一起 这个只是因为我们为了方便展示把它定在一起的 其实它这个白是在两边的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白的那个因子 那这样的一个因子呢其实是在他们官员的一个厂 这个厂它不是日常的厂 它是一种小礼物 就对应到我们现在它是一个正装的 就是在正式场合穿的 比如说非常正式的三件套的西装 那这样的衣服它们一般就是在上朝时候 就是进宫面圣时候穿 胸口呢是一块浮子 这是克斯制作的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 它上面不同的区域之间 它有一点点的空隙 那从它鸟的样子去推断呢 它应该为白衔就是无品文官错语 那名单呢它就是一品到九品 它们是不同的样子 比如说一品文官用鲜鹤 一品武官呢用鲜鹤 所以我们也称为武官禽兽 这套衣服想必各位都是非常熟悉的 出租在江苏无锡前是母 那这套衣服的固主它姓周 是他们解释家族的一位女卷 那这套衣服呢 它出租的时候是藏在一个包裹里面的 所以包裹状况是比较的完好 穿的时候呢是这样长袖在内短袖在外 这样的一个次搭配 是源于之前农古服务或者说戴之前 唐戴的一种一款衣服 这就传到了明代初期 那现在我们展示呢 其实是一个平夫城对筋的样子 其实它也可以穿成胶领细 左边有一次的积来 它可以穿成左润 那在明代初年 我们江南这一代女性穿夺着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流行通常 它前面的裙门宽度为15 两侧打了三对折子 它的面料呢为组纱 上衣这一件呢为锅 下面呢就是它的一双小脚鞋 姐姐呢是用定金绣绣出的一个牡丹花纹样 由于它是出土的服饰呢 所以金线也有点剖落了 我们看着其实非常的精彩 那这是它的一双小脚鞋 我们对女性裹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是非常小 三寸金练 但其实呢三寸金练的审美 它是到了清代 在这之前送命时期呢 它们对女性脚的要求审美 并不是你要很小很小 而是要展示鲜鲜气度的样子 那它的鞋面是比较窄的 但它的大小 跟清代的三寸金练区比较 还要再大很多 都是裹出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电视剧中的一个舞剧 清代人穿一种衣裹 从清初穿到清晚期 明代人穿一种衣裹 也一种款式的衣裹 从明初期穿到明晚期 那其实我们的古人 它也是非常的有 也是在生活的 是活生生的人 它们也是有自己的流行 不可能说明天到清代了 全国各地所有人 我们都要换衣服了 改上换代了 这是不可能的 那它们的服饰演变 是一点一点 慢慢地变 慢慢地去影响到 全国各地的人 不可能会形成它 Mmm 披护码 这种浅粉 所以它都会形成非常好 而且刚才我教过肿质结构的简单的介绍 大家应该知道它的肿质结构是非常的稳定的 那当然是相对于捐补这种物质物来说 肿质结构非常稳定 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五星初东方类中国解雇博 然后这一件应该是溯源品应该不是元件 这一块呢就是在苏博的这台GG上面织出来的 今天正好有一个是在这里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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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两区他又来了 可爱吧 哦不是 你不敢进去 但是看起来很可爱 欢迎回来 对 我就是要走了 我早上就被了叫吵醒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思博的时装馆的银汉厅 对 那边就是银汉厅 今天下午呢 在这里会有一场大咖讲座 演讲的嘉宾呢 有去年也参加过的孙姬先生 还有思博的馆长 赵峰馆长 还有杨汁水 会在这里进行一个 他们所擅长的领域的一个介绍 像孙姬先生呢 他的主题就是 明大夫式的传承与创新 赵峰馆长呢 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些 四支品的介绍 然后我刚刚还在这里看到了 美艳芳团队的三位 他们应该也会出现在 今天晚上的汉服之夜 会有一个明眼圣公朝服的 一个故事的讲述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 我们三位大咖会为大家带来一个 学术盛宴 可能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 博士汉服节的灵魂所在 对缅符呢 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头 都有很多问题 因为缅符 它不是一个 不要说我们现在看七十黄的像 很多画的七十黄的像 都带着缅 好像很微光的样子 实际上呢 这个秦子黄那个手 秦子黄本人嘛 他不会穿六点 因为皇帝了一天 所以呢 他在天面前呢 是非常的羡慕 因为两位老师讲的都是这个服事 穿了这个华丽的服装以后 还要有这个手势 到了这个明代 他这个怪就是藏在里面 他虽然是带着这个 发杖带着这个笛笛 但是周围是三拆插满 你看不见 而且他是 或者是金丝编的 或者是银丝编的 但是他上面要附这个黑纱 如果是这个丧气呢 他就附白纱 但我们看是 其实是看不到 但是金丝还是银丝 他是用我们手势给他包下来的 对 我现在呢 就已经悄悄了 进了 正面演员的化妆间 来看一看 这是那个明眼神工巢服是吧 对 我可以摸一下这个衣服吗 他这个 哎 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这是啥 他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杀的 每些都是这样的 你没说我自己的穿好 这是 嗯 哎 这样好不好 那你这个要站稳一点 这里站稳一点 注意他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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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他 注意你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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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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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